今天有2791天 没有听到我儿子叫妈妈了 如果他今天还是没有叫妈妈 就是2792天了 看着植物人儿子被酒驾撞破的家庭 眼眶泛红 句句都是心碎 内心是无法说是自己的痛苦 台湾社会一年当中因为酒驾而死 伤的 应该有六千多人 还有台大医师柯文哲学生曾玉慈 他的妈妈想到女儿被酒驾的撞死 仍是伤痛 这些悲剧一再发生 民间团体再一次走上街头 另凭酒驾修法三读通过 要求战无共事的同车共则 必须通过追究连坐责任 在日本他们都是从驾驶者到同车者 到卖酒者一路的连坐处分是刑法 要求比照日本法条有酒驾行为 同车的人连坐行政处分 主张最前端防止酒驾 但协商在即 立委在破红 法规刑则有漏洞 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 结果呢 你们罚一年 刀交条例修正草外延宕 近两年 最新进展包括同车共则 调扣驾照时间长度和家庄酒精锁 未达共事 26号院会拼三读 在卡关各界人士也不排除 走上凯道为受害者发生 三述崇朝皇静颖 台北报道 我们下期见